賣場開賣進口蛋第二天 依舊出現購買人潮 大潤發業者分批上架 首批澳洲進口冷藏蛋 依重量分價位販售 還有美國常溫蛋 10顆68元 來買蛋 覺得有點秒殺 對啊 來看看大潤發 有沒有機會 有進蛋的話 就比較不會去拍 那個還滿方便的 愛買在新竹以北分店 鋪獲澳洲紅殼雞蛋 台中及台南門市 31號開賣美國白殼蛋 另外還有加勒福超市 全台246家門市都會上架 統一標示平價席選蛋 另外超商一早 也有顧客在店內等蛋 超商通路同步上架 7-11雙北900間限定門市 不定時物流陸續到貨 萊爾夫等到4月1號 同樣在雙北120間門市鋪貨 而全家則鎖定苗栗 台中南投420間中取門市 就是上班的休息中間 趕快來看一下有沒有單 雀蛋潮亂香不少 有網友喊出一斤100元 出清白蛋 甚至還有三大箱 還有人在內湖科學院區 販售及其散裝蛋 一包100元喊出一顆三元 但不保證內容物是好的 就是因為先前囤貨太多 另外也有民眾自己養雞產蛋 南投福利這個社區去年開闢友善雞舍 長輩飼養49隻雞每天悉心照顧 甚至會幫蛋雞按摩 讓雞支每天可以產45顆蛋 評價公益社區居民 讓居民直呼缺蛋潮下 愛能買到雞蛋 真的很幸運 記得曾衛祥 中元姐王一提綜合報導